从湖北带回来的藕分完以后 我们煮了两只汤 就剩最后这一只了 今天我要用这一只来做个藕丸吃 现在天气凉了 经常就是做火锅 弄点藕丸可以烫火锅吃 还这么长一节 好新鲜耶 这都十多二十天了 感觉跟刚挖出来差不多 挺好 在藕贝泥巴保护得很好 颜色还很鲜亮 去年妈妈做的那个藕很好吃 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出它这个水平 但是我相信你啊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好吧 这几只好像还有点多耶 留几桶来那个 煮汤吧 煮汤的切滚道就可以 切的时候都粉都碎的 好像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淀粉一样的 你看我买了一块梅花肉这块 好啊 你留啊 厉害 原来梅花肉在前脚 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梅花肉在哪里 今天刚好砍肉的时候被我看到了 我就叫他把这块给我 这个要不要打得很细啊 这个 差不多吧 也要打碎一点 这个既是好用是好用 就是有一个bug 这次老师喜欢过热保护 你转一段时间它就停了 装不动了 那就是意思你一直不能打那么多吧 但是我找到一个完美 平气的方法 就是用电转 你这个电转是万能的 我发现你买了很多鸡类的东西 只有这个电转用的次数最多啊 你看啊 你把这个胡萝卜再打一下吧 我不想切了 我还切一半不切一半是吧 我看你这样打挺好的 省得我费这个劲啊 你太聪明了 太懒了 懒人都聪明 懒人就想起聪明的办法呗 打热的时候把那个姜也去打了吧 啥都不想切了 好 没问题 再来扯一点葱葱 放点葱花会香一点 而且带点绿 颜色也好看 以前上学的时候吃麻辣烫 最喜欢点几个藕丸放在里面了 那个时候一块钱应该有三粒藕丸 放烟放锅了老爸爸啊 不要搞喊你 活不锅到早晨头嘛 有几个牛 有几个牛 中斤两牛吧 有三斤牛吧 天里把这贵油还不晓得几个斤的了 这来点默契粉进去 我说怎么不怎么成形 原来忘记放鸡蛋了 还有老爸他经常做肉丸子 说我怎么不放鸡蛋才想起来 扩三个牛的吗 边夹边的鸡蛋 不够再说嘛 好啊 第一次炸5丸 希望可以成功 今天还找到老爸来大配合 爸爸剩下个鸡蛋了 这十两个好几个小鸡蛋 韩国的只要冒汗 肯定是必须是可以 味道还蛮好 一脸也不歇 还剥给你尝一下 也不看是谁放的盐 真的是鲜鲜鲜 你说跟上次做脚板熟类似 但是你吃一下看 你们比那个好吃点还是什么 对我来说我更喜欢吃这种 因为这个带肉 嗯 你不喜欢吃素的 越煎越有经验 看这锅 煎的比之前都好多了 跟卖的都差不多的感觉 比卖的还好 煎熟了还挺多的 尝一张 爸爸给你吃什么 哪里的 好 哪里给我 我也要吃 你不是说要晚上当夜宵吃吧 那是另外一种可能 嗯 好吗 他家卖准了哈佛果价不 我没有了再给一个 十分过瘾 很凶吧 你眼睛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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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家一样肯定好喜欢吃这个 嗯 我家肯定愚闷 为什么我不在家是什么 你们天天做我喜欢吃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